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通 咨询热线 四平平 023 0755 什么原因让这位母亲 多次伤心流泪 眼面哭泣 很多人 很多人年轻 然后我真的是处决 都像在这床上市的转了 我都觉得我永远讨厌 面对母亲的控诉 儿子竟然无言以对 你到今天他现在讲 你才知道的 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究竟是儿子冷漠无情 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有时候呢 你跟现在的小孩儿一样 虽然他懂 但是你说了这东西 他晓得你不高兴 爱得束缚下 儿子隐瞒多年的心结 能否打开 我只晓得听他们说过 他以前差点点 是不是把我还出去 我不服务 不能承受的母爱之众 凡人有事在您身边 人民调节正在进行 生活充满矛盾 调节正在进行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都市频道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 为您真实呈现的 凡人有事调节新行时 我是张征 欢迎本场的调节员王刚 欢迎调节团队的各位嘉宾 辛苦各位 九龙坡去的何大姐呢 前段时间打来电话说 就在前不久呢 自己29岁的儿子呢 是突然向自己狮子大开口 索要一笔巨款 自己一句不想给 便让这个母子之间呢 落下了心结 这母子之间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来进入我们的调节现场 我们先来听一听 何大姐的移民之词 听说前段时间 您儿子张口让您要钱 嗯 他是跟我说 他说还要想跟别人一起合合 跟好朋友 好朋友一起合合做生意 说他把那个房子拿去贷款 贷十万块钱的款 拿去做生意 我没同意 我也没有说强行 非要打他脑子 支持他 嗯 今天来的目的 我之前我也不晓得是 我一直以为 缓解我们两个的资金关系 但是刚才我听到他来说 是因为那个钱 没事情 他都说他做事业 我不支持他 他有没有跟你说 他那个和朋友合伙做生意 是做什么生意呢 他说做火锅关生意 哦 做餐业 这火锅是个 重庆是属于刚性需求 哪儿都有人吃 只要地方选得好啊 味道好啊 不抽生意不好 您为什么当时没答应他这个事 因为我都觉得 他做了几次的生意都不是很成功 也有些失败经历在我老婆上做的 不是很 但人家说这个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嘛 嗯 那你怎么知道儿子这个时候 这一次做生意就 指不定就发财了呢 因为他家属说 你问他嘛 他手电他也收过 他就开那个经销商那种 他也就住过的 将近那边住了三年生意 他都没啥子切碎的 他相当于啥子都去搞过 他都是土新鲜 那自己搞过了 何大姐一上场便告诉现场调节团队 自己之所以不愿意将房子抵押贷款 来支持儿子做生意 一是因为儿子不是做生意的料 二是他还打算合伙经营 何大姐担心如果投入资金 有可能血本无归 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儿子 不想 儿子的反应很是让他心寒 当时我跟女儿子讲的都是 我都说 我说你活活地做生意 我说你原来有活活住过 他原来在将近做生意 活活地做过 都没做得好 我说你这次有几 而且还是三个人活活 我说活活的生意不好做 他都说 他说他也是跟一个 很好的朋友 算了很多年的好朋友 一起活活地做生意 他跟我说的事有很多把握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 如果说你去贷款来做的话 做生意都是有风险性的 有可能做赚 有可能做亏 如果说你万一做亏了的话 你把房子拿去贷款 万一亏了那个库隆 那个天 本来现在我们的生意 上面老家又做一个生意 现在我们来的 开个第二日是四小时 我跟他老话 那个时候都够累了了 然后对我的想法中的话 我都觉得 他现在可以出去学个啥子 手里嘛 或者你想开火锅嘛 都去学个厨师嘛 学个啥子 难道你过吗 手里学会了 要想自己创业的话 都单独的创业 不跟那个合伙 因为我现在都在合伙 做生意 矛盾太大了 事情太多了 有些事情都是没有 都像打个比比来中 我打最简单的 你再都是抢两口 只刷朋友 刷朋友 那个时间矛盾是很少的 一旦结婚了过后 他矛盾都出来了 很多矛盾 因为朋友嘛 我们没活活做生意的时间 好的话都好说 一旦做生意了 经济纠纷了过后 有些话都不好 当时你给儿子 讲了你的想法以后 他能理解吗 他从来都不理解我们 他从来都是觉得 你当父母人 是该能够帮助他 该能够帮他 如果你不帮助他 他都觉得 对我的事也不支持那种 说起自己的一番好意 儿子却完全不理解 何大姐显得伤心不已 儿子真的如同何大姐所说 如此不识好歹吗 现场嘉宾们 将会如何看待 何大姐的说法呢 我问大姐一个问题 你这次不借钱给他 除了你刚才说的理由以外 是不是你之前 借过他很多次钱 也是活活做生意之类的 但是结果都亏了 有没有这个先例 有 就是这个房子 是唯一的一套房子吗 不是 对于说你们有两套房子 还是三套房子 两套 两套 好 调解团队的各位 刚刚大家也听到何姐 讲了自己这一次 没借儿子钱的 心里边的种种想法 不管是怕生意做亏了 还是说合伙做生意 不放心 甚至是说 儿子对自己以前 可能不太理解自己 这次不想帮助他 大家觉得 何姐这一次 没借钱给儿子 是不是都是因为 这些简单的原因呢 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我不太相信 因为刚才我问了母亲一个问题 这次不借儿子的钱 是不是因为之前 因为借钱很多次给儿子亏了 母亲说是的 我在想既然母亲之前 很多次都在借钱给儿子做生意 那么为什么唯独这一次就不借了 所以我在想 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 我想母亲还有没有说出来的理由 才真正可以导致一个母亲 不借钱给儿子 其实这位母亲呢 说得比较凯厉 说得比较笼统 所以我问了一个细节 就是使几套房子 他说有两套房子 我估计儿子是想把自己拿到房子 拿出去住地牙 被母亲否决了 现场有三位嘉宾 相信何大姐的说法 另外两位嘉宾则选择不相信 在三比二的情况之下 调解员王刚 又会如何看待今天的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何大姐 今年你儿子有多大岁数了 今年起初始嘛 人19 今年29了 他工作已经有多少年了 工作从15岁都还不到16岁都出去工作 那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 那以前他找你借过钱的话 大概的金额有多少 你知不知道 应该也有20万嘛 20几万 20几万 我想问还过没有 第三次借了7万块钱还了 4万还有3万没还 但是第二次借的钱呢 他来住一会生意啊 然后他住不住了 也是我借的得住 我也问了一些情况 可能还是有很多理论 所以说到底是 是儿子不理解母亲的难处 还是基于母亲不支持儿子 所以说我们还是请上儿子 来把更多的疑问打消 就为什么这一次会突然想着要做火锅这个生意 只要有那个想法 只想住的孩子 可能是大家正好说的那个地方了 闷面那些喧号没有的呀 师傅造号没有的呀 看到现在还没有最终的做出决定上 这个生意能不能做得成 关键就是看妈给不给你这笔钱 也没有 还有看找不到的火锅地方 既然这些东西你都还没考虑好 就为什么就找他要钱了 我现在是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小陈的意思是 那天只是给你妈叹叹口气 是这个意思 也会有那个理解嘛 你能有给他施加什么压力 说你一定要给我 马上要给我 就是说那个房子能够贷款 那个事情是吧 毕竟如果说我直接找他借钱 担着在他身上来 他毕竟那个压了能够多了 他也是说自己有点负债 就是那个吃不下睡不做的这种 有多少负债啊现在 应该就是房子贷款嘛 它是不说有好多 它是有那种是这种人 有钱个三五几倍 我都觉得钱没还你 我吃不好睡不做那种 我也不想把那个胆子压得 还说我会写的原因 那个自己的 自己的贷款 自己的名字 胆子压得自己的身上 我想问一下那个房子 是写了谁的名字 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你自己去还 为什么这个事 你还要征求你妈的意见呢 但是房子质 他一个人的名字 要他同意才得到 儿子小陈一上场便直言 自己并非想要逼迫母亲拿钱 而是与母亲有套 共同署名的房子 想将房子拿去贷款 但是每个月的还款 也由自己来还 小陈说这样做的原因 是对母亲来说 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而自己只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 告知母亲一声 不想母亲竟然有这么大的反应 小和的一番解释 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合理 母亲为什么反应如此之大呢 贺姐 他一来就先说了 他理解你有负债 心理压力大 所以他这个 就带了款自己去还 他只是想自己资金周转 去做点生意 你为什么还是不答应他这个事情呢 他一直以来对我都是那种 冷冷淡淡的 他从来都不理解我们 每次都是我理解他 他从来都不理解我 你觉得他最大的 对你的不理解是什么 最大的对我不理解 就是第一次买了房子那次 2005年嘛 2005年了 10年了 他本来我们不晓得 开发商量要请我们贴产品去刷 然后我们去 售罗部的小姐都说 我们要请我们的贴产品去刷 本来他是把自己把家都请好了 本来向贴产品去刷 然后听到我们要去了 他都不去了 贺姐 你当时死亡在啥这地方 他不去都不去嘛 那个年轻人 有时候我们不都吃饭在一起 我还是觉得你们这些都是老人家 我把他刷过人去刷过人 我肯定死亡是吧 因为我们能够多年 从来没出去刷过 我说本来个个都想 想找时间去一家人一起去刷 他呀还有了时间 还听到我们说要起来 他都走了都不起了 然后当时我的孩子去 我都跟他老孩说 我说我们那个日子要呢 没得用的 我说他出去跟他断了 孙了 你当时溪里边有一万个 为什么很不能理解 不可思议 你有没有问过儿子 为什么他就不去了 他都只有两个两个问嘛 有这事吗 小川 具体经过不晓得 我之前有了个回事 有了个事情 具体是啥子想法 我现在真的不是很清楚 就这个事压根就 在你的记忆当中就 我晓得有了个事情发生 但是发生的经过是哪个回事 我确实记不到了 06年的事情 现在17年了 你找到答案了吗 你事后也一直没有问过他 没有 这么小一个事情 藏了10年 小川你今天真有必要 在这跟你妈解释 但是我现在想 我当时想法过程中 本来我都不想起了 你本来当时答应了要起了 我答应起 但是我本来不想起 开发生要起了 最后他们说要起 我说你们起我都不起了 我本来也不愿意起 你们在开发生要起了 没人起的也不好 但当时你都有一点犹豫 想起不起的 是吧 对 或者他们说要起 我说你们起 你们起 我也起 我也没说 我起你们都不起 我也没给你真有没有 有没有吵 你们起你起嘛 我不起就行了 这个藏了10年的心结 何姐 今天你儿子在这儿 给你把这个解释了 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 不论儿子如何解释 何大姐始终对于10年前的一件小事耿耿于怀 儿子到底还对母亲做了什么 只是母亲始终不愿意原谅儿子呢 他结婚 他结婚他就把手绣 你没过我们手 你问他 但是说过这个话呢 可能也不是直接跟我说的 是别个穿过 穿的骆驼的 穿什么 你耍人的酒了 再不结婚都不要在家里住了 也没有一直住的 然后你妈的意思就是 如果不结婚就要让你们出去 我们也在外面去住过的 我能够认识吗 有时候别人不能够认识 都出去住过这个时间 他觉得我们出去住 把钱又浪费了 而且我觉得儿子 好像这个事儿 轻描淡写的 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吗 我觉得不是 你都是说我有问题 我跟你说我都提几点 都是他那一次 他们搬出去那一次 是为啥子搬出去 你听他过来说 他说他老孩把门跟他拼了 我还是个好心 他出去做生意 他那个媳妇出去做生意 我没得钱 我跟他结三万块钱 跟他去做服装生意 接三万块钱跟他做服装生意 然后他都在杨家平 那个很白了会 那个老家做生意 给我们家里没能够见 然后他回来 头条就回来 本来他那个媳妇 当时还说 他都说和我姐 我都说我精神好 我说你做生意也累 我说是 我说你都去睡嘛 我说我精神好 我说是 我说是你去睡吧 好 头条都和他去睡可睡 结果他去睡可睡 他都来得收拾了 可能去打扮了 那么那么那么的事我也搞不清楚 好然后都没有睡没睡啊 当时是住的是一个 一时一天 我们都在客厅住 他们都在卧室住 好然后他和媳妇 都在那个客厅都走了走起来 后来睡不出可睡 睡不出可睡 后来第二天呢 他都把那个门翻锁了 翻锁了呀 都说是 他都说 他说和媳妇转的了 他说你看他要得的手 掉了 不得的手 你看他要得的手 掉了就说 他说我转了一不睡可睡 都把门跟他携了 然后跟他携了 翻锁了过后 第二天他两个都说 出去住房子 都去出去住房子 不能已经那个小事情 又不是很大 或者你都问一会儿 你两个要闭门 两个要住啥这些 没那一沟通都忘了 然后最后我们说是那个不好 我都说我都要跟他换房子 我都要去住个两十一天的房子 他说都不得管你 你住个两十一天 你哪干不来空气 他都不得来住 你说你搬出去坐 坐下来说 你说当时有点起买过了 没得能起什么 过来你也回来看我们了 过来你累得给他进去 你抢你回来帮我们了 我们本来都是24小时都能够累 得那个洋家边给那个警战 从来没看过我们 又没来帮助我们过 然后后来都是给了一两个月了 两三个月了 或者我还想到去 又去和他们 我才在大人家里去 那里接他那些水果鞋 都跟他们来接 我都没说 你几个儿瞎哀装 有这事吗 小陈 这想法我现在真的不是很清楚 面对母亲的声泪俱下 一次又一次地控诉 儿子小陈再一次呈现出失忆的状态 声称这些都是小事 自己从未往心里去过 如今要不是母亲提起 自己压根就回忆不起 儿子的这番回应 到底是真是假 到底是母亲太敏感 还是儿子在演戏呢 他自说的时候有啥子吗 跟我说要理解我 你看都想哪一次 我查到我是私信都有 那一次 都是去年子 他说就办啥子公司 然后他说办公室 都要拿个身份证去办啥子 然后他找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 找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 我们三个都录起来 我都说我说是 我都说把他个朋友 电话号码撑一下来 和那个朋友给我撑个电话号码 他个朋友都说我撑电话号码 他把电话给我拖起去了 都是一个朋友 你都抄个电话号码 写个电话号码 都觉得很像他一样 然后都在那根 很多人面前 然后我真的是出去 都想在这床上室的转了 等了一个任何事情 他说 说不来的都不得来 我跟他说 我都觉得我有个讨厌嘛 都撑个电话号码 又不是好大个那个事情 他都淘气过气都不撑 他真的是 还是有点无分 这个事你有印象没有 我有印象 但是我自己看吧 就是毕竟是我们 毕竟是我的朋友 你撑电话一个 他有时候话比较多 听你说还有时候怕 本来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还有有时候 找他们找我找不到 到处打电话找我 其实也没他的大事的 我能理解 有时候就圈子 不想混在一起嘛 是吧 对 但是你知道你妈当时这么伤心吗 当时她的出销 我都继续扳死 你到今天 他现在讲你才知道的 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想死的心那个东西 他也没说错 我不晓得 但是晓得应该是生气了 当时都 但是他想到有这么严重 你觉得他 你觉得你妈该不该这么严重 用我自己的想法不应该 不应该 相比在场上数次落泪的母亲 儿子小陈始终显得很平静 面对母亲控诉自己的几件事 小陈表示很不理解 母子之间的矛盾 到底是源于儿子太不孝 还是母亲实在太敏感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你丈夫和你相处的模式 她平常对你热情吗 热情 基本上我要相处啥子的话 她都是顺从 她都是顺从的 对 都是 可能我要干啥子事情 要干啥子事情 要做啥子事情 跟她商量 一般来说她都同意 但是她不同意 我也要强制心地做 那就也就是说 你和丈夫的相处模式当中 我可以这样理解 一般都是你说了算 丈夫不跟你吵 也不跟你闹 是吧 好 我明白了 那我明白了 说到这个家庭 说到儿子的感受 是母亲很强势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母亲对儿子的本身 她的所作所为 其实通过刚才的描述 我觉得母亲 没有直接地干涉过儿子 很多时候是尊重儿子 那么为什么儿子 又会又得到 母亲很强势的感觉呢 是因为她看到了 父母的互动方式 看到了母亲如何对待父亲 只有母亲对待父亲 很强势的时候 这种感受让儿子觉得 母亲是强势的 我们李老师说的 十瓶八文的 我觉得也没得那个简单 当时我有一个判断 就是开发厂 请你们出去玩 去旅游那件事情 我估计是这么一个心态 当时开发厂 是请你列祖是不是 是列祖出去旅游 看儿子来的时候一看 我是列祖的嘛 怎么还有两个列祖 我觉得是这个心态 让他依然离开 你本来是唯一的列祖 被邀请的又出来了两个列祖 你心态依然地觉得 我不应该再起了 上帝是堵了一个气 其实小天呢 我看得出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那种感觉吧 我的感觉你是 你是一大巴大巴地 在父母那里 特别是母亲那里 索取了很多爱 那种爱你是觉得 要顺利成章 还要懂得起 懂不起你就会 你就会拿链子 所以我的判断上就是 在这方面呢 你对父母的冷淡 是表现到哪个地方 就是表现到 你做的 父母给你所有的爱 顺利成章 而你自己没有考虑过 父母给你这个爱 你在哪方面 实力上也好 在学习上也好 或者在工作上也好 做出一点标准 或者做出一点成绩 你没有 这是让你父母最失望的一件事情 我不同意侯老师的这种说法 从他们场上的表现出来 它是很 很冷的 我们说母子之间是很亲近的 我记得有一年春晚 几个小孩子唱了一首歌 爱我就请抱抱我 爱我就要亲亲我 因为母子之间是天然的血缘关系 而你们看来就太冷静了 因为孩子应该是很依赖家庭 那为什么没有呢 我觉得母亲身上 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刚才讲到一个细节 十年前的那一件事情 一般的母子关系都会拿出来讲 或者还跟儿子开开玩笑 你都不让我去 怎么怎么 你都不和我一起去 但是你没有用 任何的这种沟通的方式 而且你又以此来笃定 儿子不是个好儿子 你甚至做出了 我要跟他断绝 母子关系 这不是显示你任性冲动的一面吗 我觉得没得那个简单 其实小孩子最大的毛病呢 是你在这个生活中 你一直没得一个激情的 越是亲近的人越不了解你 但是越害怕 害怕你终于有一天会闯出个大火来 因为你是个门闪到时候 火山好久爆发 那是还要瞎着你 你母亲就是怕那个火山爆发那个人 他是提醒到吊丹地 跟着你跟着你后面走了29年 他生怕你拿着那个火山爆发出来 让他一起被燃烧掉 你要知道这个才是你的最大的毛病 现场三位嘉宾观点各异 各疏己见 这对母子之间的矛盾 到底是因何而起 嘉宾莫桑从另外一个角度 发表了他的看法 可能母亲会觉得这个孩子身性良不 但是我想说他其实不是 其实有两位的关系 我觉得在包括我母亲 我们觉得在这一代人身上 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相同的地方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也是你们这一代人的痛病 因为你们这一代人 自己都有自己的人身经历 会有很多的不幸 也会有非常多的遗憾 然后你们会觉得 我再去弥补这些不幸和遗憾 已经不太现实 所以你们几乎 包括我妈妈这一代人 他们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 倾注在了孩子身上 正是由于这种极其强烈的 全身心的投入 所以他更希望获得回报 如果没有反应的话 他就会觉得这个孩子 不亲热 会伤心 会绝望 虽然在里看来这是一种爱 但是我可以肯定 这个孩子从小 在这种强大的无碍之下 他其实生活得非常压抑 结婚不太去知会自己的妈妈 因为他觉得 这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这里面本身就带着一点 无声的抗议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 现在的表现 他不是不亲近你 他是对你从小到大 对他那种 事无巨细的 非常从很细小的一个细节 对他命运 对他人生的一个掌控的 一种反抗 嘉宾莫桑分析 这对母子之间的矛盾 很有可能源于母亲 将所有的重心 放在了儿子身上 失去了自我 以至于儿子难以承受 长期压抑 母亲自己又异常敏感 事实真的如此吗 母亲真的对儿子倾注了 让他难以承受的爱吗 我从小都没得父母管我的 都是我个人 没得哪个管我的 都是我个人长大的 我也没得能力管人子的 所以我也从来都没管过他 你告诉我说 你从来都没人管 因为我43岁 我妈都死了 然后我们老孩是一半年 都常常睡起的 他也没得能力来管我 我们那个家庭都是 我是最谢的一个 然后我们有两个哥哥 然后我们嫂子都说 他说你 都跟我们那个大的哥哥哥说 你如果说你要老孩 要要么 你要么也都要么 要么也要老孩 分家啥分来都能 总要要一个啥 然后我们哥哥都说要我 然后我都跟我们谢的哥哥哥 我以为半年都没得 我们哥哥有了打我 打我后头我都 都在我们谢家里 就在我们谢家里 一两年后 后头就跟我们老公 我六月间满16岁 冬眼间就跟我们老公 我耍朋友了 就在我们老公里面来了 跟我们老公呢 我们老公都 他也什么都不强势 什么都说 我说那样都是那样 我要做那样都是那样 然后都一直都说 我也没得人管我 我自己想那样做到那样做到 我现在都几十年都送我来了 以前你小的时候啊 你亲你爸爸 亲近你爸爸 不亲 因为我爸爸 我们爸爸一直都有 他欢迎在床 嗯 你为什么那个时候 不亲近他 不照顾他呢 不知道 我不晓得 你不喜欢啊 你爸爸 不是 我不懂 可能是我不懂 不懂我就亲近他 那你小时候 既然也不亲近你的父母 你现在又何来埋怨你 儿子不亲近你呢 我那个时候 我妈妈爸爸都没关过 又没有给我那么多爱 我现在对他 给他那么多爱 我几十年了 我都是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的 然后他又干啥子 我都支持他 我从小的时候 我犯了一次错误的话 我让我妈 然后把我打了 打到你屁股 把你弱不得屁股 给你抛生起来 我就从小都整个打 因为我打的话 我从小都没打过他 原来何大姐从小生活在一个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里 因此儿子小陈出生以后 何大姐将全部的爱倾注到了儿子身上 希望小陈能够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 但是小陈却为何对母亲如此冷漠呢 三代人的前提条件不一样 但是可能做出的结果差不多 我只知道听他们说过 他以前差点点不是把我那个环出去的 跟别人跟别人家里面的孩子交换 我也是在小的想 你听不听的 真是环来会不会会超一点 儿子小陈突然语出惊人 告诉现场调解团队 其实之前母亲所说的都是谎言 母亲不但不爱自己 还曾经打算将自己送人 以至于28年以来 自己难以对母亲有亲近之感 事实真的如此吗 之前一直在台上表现的异常深爱儿子的母亲 真的只是个根本不爱儿子的演员吗 儿子都不要了 这是她小小腿呢 还是多个胳膊呢 当时是那个的 当时是我们修了房子 带了宽子 我都想带了宽子 都想找着宽子 然后我都带她去打针 都遇到一个缺奶的瓦子 缺奶的瓦子 然后我都去跟她带 我带来了就为了个瓦子 然后为了呀 然后那家人都说 他说你反正你又生得到 他说你干脆你都把 那个人老公我带嘛 那个门你拿回去带 差点送人了是吧 都说你带的活都带嘛 带不活你可以生 他另外那钱给我 那十千块钱给我 我都想想 我说你还要得 他几岁啊 几个月才七个多月 这个事情 小陈是什么时候知道就是吗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有时候呢 对于显摘的小伙子 他虽然他不懂 但是你说了 这东西他晓得你不高兴了 小时这个意思就是 小时候你没给他吃奶 就给那个女孩吃了 所以那个时候 前一时就对你就排斥了 他反而给你吃那个 你叫他什么 甘女儿 来女儿 但是当时我都是觉得 那个女人没得来吃的 都是一条生命嘛 也想把他捡一条生命起来嘛 他也没有来啊 你把你都来给了 那个女孩他也没有啊 你亲生儿子没有啊 已经大了 已经有七个多月了 可以不吃来了 还因为他是这么早上 他就说 如果说你同意了 我都拿几千块钱给你 就能够交换也好 我也觉得没得啥就得了 我觉得都是生命 我妈妈就吃不吃 我来来吃那些东西 营养品也能 生活那个生命也不可能没得 小姐 那我这样问你 如果当初是你把这孩子 四千块钱就给人家了 今天你坐在这会不会后悔 我不后悔 为什么不后悔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家庭条件 还差上 我觉得的话 他如果是请那个世界的工人 是不是很羡慕 如果说我都觉得 他说我们撇的家庭 走到好的家庭去了 我应该我觉得 还是给他一条好的路 那又不是说 你把他给的是一个工人 你又不是给马云了你 现在那个人在 那家人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生活得很好 很好 比你们家条件好 干嘛呀 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那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你刚刚犹豫都没有犹豫 你就说你不会后悔呢 因为我都总觉得 我儿子少一条生命人 他任何的那个地方 他走 他过得好都行 又不需要把他逃到身边 但是好 母亲认为自己的做法 是为了小陈好 没有任何不妥 一旁的小陈却显得很是无言以对 母子二人 到底谁对谁错 现场嘉宾们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我来解释两个开练 第一个开练 就是奶妈的开练 奶妈的开练 在行规里面 就是想为客主的玩意 回家再为国内玩意 就是行规 至于一头那个弥补 有规矩的 你想倒过来 把我国内玩意 再为你变上个项 这个叫职业操守 对 这个是行规 在哪些年约 如70年代 有这个求职业 名贵实际更多 它都是规定的 还有一种保养出现的 这两种情况我都经历过 有种情况 因为我们原来生活在一个 甚至一个 农村里面的一个猖狂 就是我那个猖狂 在农村里面是个过瘾器的 在周边都是农村 农村很贫穷 就有农村孩子 主动在工厂里面的 你这个子宫那里 就扔一个干妈妈 或者一个干爸爸 为了干什么 他在是考虑到孩子 过得贫穷 打到工人阶级来过 工人阶级条件好一点 可以穿点新衣服 吃点好东西 和感情上的没有关系 其实他们的妈妈过年 差不多都是50岁岁的 实际上在那个地方 他都有这种意思 都有这种意思 就说他是这样在的 能够让孩子过好一点 和让孩子更轻一点 他在家里面大平衡 就是这个样子 不同意侯老师的那个说法 孩子不是个物件 他是个人 他有感情的 你就这么可以 随便就让他跟着别人了吗 我觉得以前看的那个 《妈妈再爱我一次》 那部电影 有多少人流泪呀 那妈妈条件也不好 但是他真的不愿意 把他的孩子 拿给他父亲去养 因为他们是分开了嘛 孩子也是 去了爸爸那儿 也无论如何 也要回到妈妈的身边 多令人感动的母爱 和亲子间的感情啊 可是你就完全没有 你就可以把孩子送给别人 这给儿子 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我一出来 我妈就不想要我 还美气明月说 可以给我什么更好的生活 但是他不知道 只有妈妈的陪伴 才会给他更多的安全感吗 我觉得这一点 你显得很冷漠 很自私 我跟霍罗斯的观点完全相反 我认为我今天看到了 一个典型的 一个极客人又伟大的母亲 对 如果吃不起饭 生命都没得了 还贪败其他什么什么东西 那都是家贪 空贪 我一个邻居 他就是那个母亲 他对他日子做了一个啥子 是决定 因为他生了六个小孩 他也没来得 没来得的话 哪个年代没得来的话 简直是天都塌了 你要另外去买营养品给娃儿子吃 如果没得吃的话 宅皇帝是哪个年代 直接小孩子就是我死 她是88年出生的 你听我说 听我说 我们就遇到学习了 不要笑 没有那么困难的时候 那种困难 那种在一个人的思想当中 他在他骨子里面的话 他真的会做出那种伟大的决定 我认为是伟大的决定 对 我刚才说了 他做了个邻居 他把他那个小的日子 他最喜欢的日子 倒了十五六岁 真的天天吃不起饭 天天哭啊 最后怎么样 他搞他日子 打他父母 最后把日子抓到监友里面去 抓监友里面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监友里面可以吃饱肚子 这是真实的 所以你们可能很难想想那个年代 我相信这个母亲 她就是经过了那种 那种她的成长阶段 她知道一个生命座 多么的可贵 是答案 真的是答案 我再说一个 我不从决 如果再给50年 来看到我们现在的人为了扯欠 你就都不可理喻 但是就发生在我们的年代 调节进行至此 现场嘉宾们俨然分为了两派 50后嘉宾侯云与周永胜认为 母亲将儿子送人是为儿子好 是大爱 80后嘉宾和志慧 却完全不能理解 认为母亲将儿子送人 是极度自私的行为 讨论激烈之时 主持人张征也忍不住加入了讨论 我个人觉得和姐姐可怜又可悲的地方 在于命运把它推到了浪潮上面 从小十几岁的时候 她就需要自己来做决定 她要担当起 她们原始原生态家庭的很多的决定 到后来她成家了以后 她们这个家里面 也是她来做很多决定 所以当初想要把孩子送走 这个也是她的决定 但是她也是被迫 被这个家庭推到了浪尖上 什么事情都需要一个女性 来承担责任 对 来 继续往下走 像换小孩那种事情 其实家里边都很反对 你还是要坚持去把那个孩子 也要喂 喂一下 对吧 任何的事情在你这儿 就是一定要按着你的意愿来 这其实就是一种任性和不成熟 那也是因为你丈夫很宠里 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 她没有更多的爱 而是因为她一直在 这个丈夫的宠爱里边 她就不愿意长大 我来的话说一句 我觉得伙计妹长大 她以为那个心理 还是愿意她销售手的创伤太多 可是她妈妈走的时候 失散 但是你们想到些 你们想到那一点 当初两个哥哥来选择她 选择她的生命 跟哪个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痛苦 那种创伤 是没得无法 那跟她儿子 无法人理解的大问题 那跟她儿子被人送走 这种选择 谁更痛 我觉得儿子更痛 就是今天我们这群 50后和60后的嘉宾 对 交锋 把她的这个 完全不理解 88年 88年 88年都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了 何至于什么61年 63年的那种自然灾害 是没有这种的 你完全是学习 你根本都没倒在嘴 底层身上去看你 对于同一个事实 50后嘉宾 与80后嘉宾的观点 截然不同 激烈交锋的同时 可以看出 两代人的认知 因为年代 年龄 经历的不一样 有着天然的巨大鸿沟 这样的鸿沟 不光存在于嘉宾的观点之间 更是今天这对母子的真实问题 80后的儿子和50后的母亲 因为种种种种种的原因 不能彼此体谅和理解 他们之间的矛盾 到底该如何化解呢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呢 我的方案首先要解决这个母亲 内心严重的不安全感和缺爱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做这母子俩的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尽量让小陈做一些了答 或者是一些承诺 打消这个母亲心里面的这种不安全感 或者那种爱的匮乏 我倒觉得其实妈妈应该有所表示 妈妈今天这种话是非常伤 伤儿子心的 有时候当时你说理解的那种行为 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 我觉得今天可以表达一下 我当时的那个行为不是我要抛弃你 这样我觉得才能让儿子能够接受 如果说从方法上我觉得第一点 就是在妈妈几个月的那个事情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争论 但是我觉得结论肯定不能诺在 她妈妈是处于自私 如果真是孩子接受这个观点的话 那他们这个结永远解不了的 所以说要让她讲是当时是 我们可以表达观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宜 把那个残酷的东西 真的要传达给这个孩子 否则的话这个结解不了的 对 我觉得反而我们用善意 善意一点的出发点 去告诉这个孩子 对他的恢复我觉得是有用的 我觉得就是莫生替她善意的谎言的问题 其实这个善意的谎言 现在再来圆那个谎 已经圆不过来了 因为我估计在很多年前 在儿子的内心当中已经形成了 那么现在怎么来打开这个结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靠她们 长时间情感的一个倾注 我觉得仅仅我们去用善意 或者让这个母亲的解说更能自圆其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最终只是这个丑而已 那么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就是说 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复 那这一次如果说你妈妈不支持你的话 你表示理解吗 我能够理解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把这个信息传达过去 就是按我的推断 就是一定要传达过去 母亲那边觉得这个事情呢 很愧疚这个事情呢 觉得儿子是早晚把这个事情 拐罪她的 你是不是会翻过这个信息 其实这个事情也就是谈不谈 根本那个航母就不成熟 拒绝了就拒绝了 反而是个好事情 把这个信息翻过去 可能母亲反而会放下来 他现在是纠结起的 是他说了那么多 他是怕你拐罪她 嗯 我老师说这个有道理 我想啊 你待会你怎么样去向母亲表达 不是 因为这个前的事情 进一步影响不知关系 那待会就说这个 请母亲明白 做儿子的 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和你疏远 对 现在 好 经过嘉宾们的几方开导 儿子小陈表示 能够理解母亲对自己的苦心 并且也愿意告知母亲她的心意 对此 母亲又能否打开她的心结呢 我是理解你的何大姐 其实你们双方都是爱的 你知道吗 儿子肯定是爱你的 我们说爱孩子是本能 对不对 每个母亲爱孩子都是本能 但是 不是每一个母亲 都能够用儿子接受的方式 或者是用正确的方式去爱孩子 这就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爱的本能 一个是爱的方式 知道吗 就是你的方式 没有让儿子感受到 他满满的母爱 你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哪个是爱他的 我觉得的话 你刚才在想听方法 怎么样才算爱儿子 我也是做儿子 我就从这个角度来想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强拿硬拽的这种方式 获得的一定不是爱 只能是伤合同 你明白吧 第二点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觉得你更多的情感 其实你有情感需求 我觉得很正常 你的情感需求 应该是在夫妻关系 这一个点上 而不是在母子关系 这一个点上 所以说我觉得你现在更多的是 缺乏一份安静和冷静 让儿子有一份宁静的成长的空间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爱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明白 在调节团队的努力下 双方都打开了彼此沉积多年的心结 同时也愿意为对方做出改变 用更加恰当合理的方式去关爱对方 儿子小陈对母亲也做出了他温暖的承诺 我想对我妈说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影响我们的不知感情 以后的生活当中 我会更多的关心你们 尽量做到你想要的 何姐以前儿子 有没有跟你说过类似的话 没有 希望今天这句话 打开你们母子之间隔阂的心结 从这句话开始 你去尝试慢慢地接受儿子 也希望你们母子的感情 越来越好 好不好 今天虽然在我们现场没有达成调解的具体协议 但希望我们所有调解团队给两位的建议 和我们所有说过的话 能够对大家 你们两位以后生活 能够起到帮助 好 那最后我们掌声 祝福一下这对母子 好不好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老师的开导 除夕夜聚妻门外 夫球几何为哪样 他不做我回去吗 我不回来犯 我绝对没有犯什么 孤独那天晚上 我肯定孤独 视而不见夫妻俩 行单影之 路断肠 假如说你从那边过来 我直接不回去 你不想看着他 不是 我看着他犯 我心里持续解决的 我不是个智慧 当外人 往都市摇摇 聚幸福昭昭 我还想跟我二人买的房子结婚不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你现在离孩子已经很远了 只因往事多留恨 空余房产相模忘 哪里有狠狠狠狠 你最害怕的事情如果发生的 你会后悔你那么辛苦地去撞起 行同陌路的夫妻妻 凡人有事也在您身边 人民调节正在进行 那么对母子关系的这种调节 我在想 那么方法上来讲的话 一定还是要用亲情去暖化 和融化它们之间 可能已经形成的这种心结 必定它们之间是血缘关系 所以说我们在调节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亲情的感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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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